金马五十邀请力谢影帝影后到台湾共襄盛举 而今天晚上中头戏就是颁发最佳影片奖的时候 会请做出席的影帝影后上台见证 这回总共是邀请了20位的影帝21位的影后 包括近年的像是刘德华、孤夫城 早期的秦祥林还有林青霞等等 都要来庆祝金马奖半世纪的盛事 有隐民一大清早就到国富金典馆卡位 要一读时尚最强卡司 戴着墨镜一身休闲装扮 天望郭富城微笑现身 为了这次金马奖五十年来台共襄盛举 粉丝显入疯狂 相机快门必及过 今年能够有这个机会参与 然后作为一个半年嘉宾 我觉得是非常有幸 金马影帝刘德华 郭富城汉入为最佳女主角的郑秀文 嘉宾组合来头不小 许多粉丝彻夜排队 就为了一度偶像风采 那是几点来排 十二点啊 为了谁 刘德华 张曼玉啊 凌晨十二点 凌晨十二点 就为了彬彬 对 就为了她 为了刑居心 许多粉丝一大早就到现场卡位 第五十届金八奖邀请历届地后出席 成功请出秦祥林 梁朝伟等二十位影帝 林青霞 舒淇等二十一位影后 压轴奖项最佳剧情片 就将由李安和侯孝贤率领中定后上台领奖 唱将蔡琴将替金马舞师现唱五首电影歌曲 香港女歌手何韵诗和徐亦凡也会登场 忠心云集让本届金马奖超有看头 记者张凯亮 胡卫婷 台北采访报道